《甄嬛传》作为一部大型公斗剧 里面的妃子们个个都很有心机 就连以憨憨出名的奇儿哈和瓜六都有公斗名场面 唯独纯长载是个特殊的存在 它不会主动惹事 也不会参与那些公斗 天真浪漫 孩童星星 唯一惦记得只有口中的那点零食 在一群心机妃子中显得哥哥不入 可是纯长载真的有那么单纯吗 二刷之后就会发现 纯长载的心机不比任何人差 虽然很多人包括原著作者都在说 纯二的人设就是单纯的孩子 可是他的种种表现可不是这样的 纯长载的出生和甄嬛差不多 至少不是家事差的那种 否则也不会进宫就被封为常载 纯长载比甄嬛早四日入宫 也一同住在岁玉轩 他首次出场就是在甄嬛进宫的那天晚上 一出场就立了一个小吃货的人设 那个时候他才14岁 我相信当时的他心思是单纯的 但一定也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机 比如说他说的那些话 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 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拨拨忙慌慌的 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虽然那个时候甄嬛刚入宫 嫔妃之间相互败见也是正常 而且纯长载本身就住在岁玉轩 晚上到甄嬛屋里转转也是情理之中 可从他说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来 他认为甄嬛一定会得宠 所以他接近甄嬛也很难说 他没有想要借机上位的心思 谁知道甄嬛入宫之后并不想争宠 于是就装病病宠 为了顾及甄嬛的病体 纯长载就被皇后挪去和安玲荣一起住了 可是这次班公是否有纯长载自己的意思 也很难去说明白 毕竟那个时候的甄嬛不是宠妃 纯长载也犯不着跟他交好 班公可能也恰好随了他的心意 毕竟甄嬛病重 沈梅庄和安玲荣也没少走动 为何只有纯长载一次面都没有漏过呢 他说真跟他玩姐姐交好 也该跟着去看一看的 纯长载真的是心思单纯的人吗 二刷之后的这些小细节向你揭露真相 甄嬛作为主角身上必然少不了主角光环 他虽然不想成宠 可是老天不应 与皇帝在御花园匿名相处的那几日 早就让皇上记住了他 得宠也是必然的 可是在甄嬛得宠之后 原本连个脸都不露的沉长载 又借着蹭饭的名义 巴巴的往岁月轩跑了 其实他的真实目的 不过就是想从甄嬛那里分一杯羹 甄嬛如此受宠 皇帝去他宫里的时候肯定很多 只要纯长载去的秦 总有见到皇上的时候 岂不是就离成宠更近一步了吗 这种说法也是有明显证据的 甄嬛传里有这样一幕 一个下雪天 皇上正在岁月轩里 与甄嬛对坐谈心 赏花写字 此时成长载折了一束红眉 来到岁月轩 说是送给甄嬛 简西和婉币跟他说皇帝在里面 他却跟没听见似的 跑进屋里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有没有幻币摘和花闯进屋里 打扰甄嬛的感觉呢 当时幻币可是被骂惨了 可是成长载就不一样了 他平常立的就是小孩子人设 没心没肺的 就算这样贸然的闯进来 也没有人会怪他 起初皇帝并未注意到 纯长载 他便主动和皇上搭话 问给甄嬛斋的梅花好不好看 皇上这才看了他一眼 说纯长载长高了不少 纯长载赶紧惊了一句 过了年臣妾就满时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我长大了可以试寝了 之后的聊天中 纯长载特意提及 皇帝和甄嬛的相处模式 像极了他的姐姐和姐夫 还提到了归房之乐 并说从前不懂 如今看到就懂了 这不就是说 夫妻之间的那些事情 自己也了解了 让皇上也在这方面产生想法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纯长载 就被抬进了养心殿 后来纯长载 更是借着和甄嬛交好为友 主动扳回了岁宇轩 这不就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吗 甄嬛怀孕之后无法事情 皇帝还是日日往岁宇轩跑 那这得宠的机会 不就便宜了纯长载吗 甄嬛和安丽荣的决恋 不看陈长载的推波助澜 看看他说了这些话 也难怪安丽荣会黑化 大家可能以为 安丽荣与甄嬛生出嫌隙 是在事宜事件之后 其实早在这之前就有端倪了 这一切要夺写陈长载呢 陈长载扳回岁宇轩时 复查贵人一语道破天机 并且趁机讥讽安丽荣 你和陈长载是同时进攻的 又是网国人亲自举荐 这次他只要了陈长载同住 而不要你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而陈长载便借机表明 自己与甄嬛是同一阶级的人 所以何得来 安丽荣向来就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 陈长载这话无疑就是说 安丽荣这种小门小户出来的 不配和他们玩 同时还把甄嬛也搬了出来 安丽荣心中可能就觉得 甄嬛也是这样想的 嫌隙就因此产生了 而寝衣事件则给了他们 本就不牢固的友谊致命一击 陈长载事情完以后 回来给安丽荣和甄嬛 讲自己的事情故事 他拿着安丽荣秀的寝衣 和甄嬛秀的寝衣做比较 并说出皇帝对这两件寝衣 不同的态度 一件可以随意搅了送人 另一件就是贴心和舒服 看似是在说寝衣的区别 其实是在表述皇帝 对甄嬛和安丽荣的态度 陈长载后面越说越起劲 甚至直接给安丽荣秀的寝衣 打上标签 秀院的秀娘们秀的 这不是有意在侮辱安丽荣吗 是个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说法 更何况是安丽荣这种 敏感又自卑的人 而且甄嬛之后的做法 明显偏向纯长载 更是给了安丽荣重重一击 让他觉得 甄嬛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个姐妹 这不就离决裂不远了吗 纯长载看似单纯 可是他说出话和行为 并没有那么单纯 他肯定是有心机在的 只是没有汉人之心 而这宫里 尔虞我诈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纯长载没有领和饭的话 如此有心机之人 难保日后不会黑化 所以纯长载 哪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呢 明明就是心机白莲花 半猪吃老虎那一套 玩得比谁都明白 果然这宫中最纯笨的 还是齐尔哈和瓜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